大家好 我是李宗陀佛分析師高清明 在這邊為各位做中秋節前的一個恆思分析 就這兩天來看的話 在中秋節前量能持續萎縮的情況 甚至今天是不到接近700億的一個新低量 那當然主要是因為大家要安心 在中秋節後可能會有一些變盤的可能 甚至一些融資使用戶不需要付這個利息 有在節前提早先做一個獲利了錢的動作 也跟近期市場的氣氛比較保守 甚至因為台股的一個奇數面目前是處於轉弱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家都趕在跌前有一個明顯調節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也發現雖然這一兩週指數漲漲接跌 但是始終是立守9400點 顯現有一隻看不見的時候 一直把指數守在九線式以及季線之上 而且今天我們看到其實也是收著下引線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隨著這個月線慢慢的上彎 下週有機會來穿過這個季線形成多頭來練 是有利於整個台股轉為多頭 但是前提示要有一個補量 補量紅可以往上攻 這個氣氛會比較強 但是在會見到這個初戀紅可以之前 可能操作難度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就現階段下週來講的話 上半週可能要保守謹慎一些 另外我們觀察與台股連動性高的肺磅 現在還是沒有創高 雖然週四晚上是有在往上墊高 但是還是沒有突破前高 依然是在高點的時候 留下了一個閃電線 電上達曼壓也是持人承受 所以在肺磅創高之前 我相信台股可能也是會在9400點上下 來出一個震盪 接下來就觀察肺磅何時可以向上突破 另外就萬里斯的期限貨來看的話 今天是小買的17億 但是在期貨的一個空檔來講的話 是在增加了1700口 再度增加到進行的一個高量到13000口的一個情況 顯現它可能對於指數來講的話 可能在中秋節後也是看的比較偏向保守的 但是也不派出它在中秋節後有一個回覆的可能 那另外我們會發現 在這個本土的一個投信跟自營章來講的話 近期是持續站在賣方 所以我們會發現在這些本土馬鈺比較豐盛 加上的中小年股最近都有一些明顯的賣壓 像是周四的時候有沙尾盤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周五的時候 雖然量能是為有加放大 但是它是逆勢收紅的 它顯見有一些資金有在做一個卡位的動作 尤其沒發現 不少這個中小型個股的開始轉強表態 那股排除是為了下一周的一個攻擊 先做一個卡位 所以我認為短線在這個指數空間相對受限之下 可能資金會轉往這個中小型股 所以或許在下一周操作上來講的話 中小型股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在本周這個工商全股來講的話 我知道啊 集中在中小型股的部分 第一檔是3580的有威科 那它是這個鴻海集團下面的一個真空見渡廠 雖然近期獲利是處於虧損 但是隨著下半年這個行動裝置 變形平板開始 新品陸續上市之下 會帶動它的一個機殼外觀的一個見渡需求 那當然是有機會帶動它的營收來向上走高 就今天來講的話它的股價是帶量突破近期的一個平台整體區 當然下禮拜再持續補量的話 那是有機會再挑戰高點 就基數面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當初它是連續跳空上來的 所以這檔個股的股息是非常的勃勃 那預期只要大盤沒有出現太大的利空 應該是功高是非常有機會的 那另外一檔則是2025的千薪 那主要是受惠說 基於先前這個印尼傳出這個對 念的一個出口 念礦出口之後呢 這個菲林考向也準備 你一定把令才限制這個念價的出口 導致市場擔憂 這個市場的供需會再度失衡 所以我們看到周四 這個念價有再度大漲 也經歷整個不休鋼族行 有重新轉強 當然隨著念價持續走高 將有機會帶動 比如我剛族群的第三季的營收 也或者是獲利 有機會再向上走高的一個機會 所以只要下周念價沒有太大幅度的拉回 相信股價應該還有功高的機會 那另外一檔則是641的經驗 我們會發現它也是算是PC的一個 零主界的IC廠 它是做進放電IC的 但過去它主要是用在PC的部分 隨著整個XP所帶動的PCNP換機槽 會帶動它接下來 裡面有持續走強的表現 尤其我們觀察 它前七月營收是逐月走深的 表現是非常的優利 甚至它去年有開始切入行動樓手機場 包含中國的華為、中西等等 宏達店也在陸續認證 有機會在下半年開始出貨 所以在雙重動能帶動之下 可以留意它未來的一個股價表現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它才掛還不久 其實籌碼面是非常的集中 而且現在股價也處於折價 還是低於承銷價的情況 所以在大股東做多的一個優因之下 股價應該是有機會下賞公高的 另外一檔則是4735的豪宅 它是做生計異財的 我們會發現它的一個發源營收 是表現非常亮眼 因為最近剛好是一個營收的一個公布期 所以營收表現優於預期的 各股能股價也有開始向上反應 我們會發現在回檔到年限之後 它有開始重新轉強上工 甚至經驗也是順利正常的季線 是以收長頂座收 就下周來講的話 如果能夠補量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挑戰高點 因為它最大量是在24、25之間 所以是有機會來持續向24、25來公高 另外前提是這盤式能夠好伴向上走高 不要出現誕霍幅度的揮 glad 甚至說整個生氣的氣氛 如果有好轉的話 當然是有厲害的股價表現 那以上是本周的一个无党的一个工厂投资组合 那预祝我们投资人在终究点下节愉快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这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先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